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训团 联邦陪训团一致认定罪名成立 这打的陪训团 陪训团这么快就认定成立 1月25号 总共审了两三天 应该两天时间 第三天就罪名成立 因为这个罪有的时候是 因为他的辩护是 它是叫做言论自由 他说他是言论自由 包括他说他在微信里发的威胁别人的 这是啥 这是一时气愤 什么一时愤怒 实际上他是网络跟踪 他是跨中传播威胁性 这种 说实话 他的辩护律师找的这些理由 最终 因为要知道 美国陪审团要全票通过才能顶嘴 所以这个对中共在美国接下来 用这种威胁的方式 威胁恐吓的方式 不是言论自由 已经不是言论自由 他说他的这个威胁恐吓是属于第一修正案保护的 现在成功的一个判立法出来了 将在4月24号宣判刑期 说最多是五年左右 并还有出于罚款 但是核心是啥 核心就是你看这个人 李女士啊 这个人他是第一 对于联邦检查官的说 从无 因为他是在微信里传播的 所以取证 这个事情 是吧 可以见得 就你在微信 因为微信的服务器在中共国 是吧 这个法官 还包括这个 这个配证团都采纳了 就是说 这个证据 是足够的 像联邦检查官肯定很难从这个中共国 直接数据库里掉 服务器里掉 但是可能这种截评 现在都可以 作为重要证据 这是第一 因为如何证明这个人就是无效雷发的 就是他本人 是吧 这些东西 他都要足够的证据穿在一起 但是 陪证团 因为具体的法庭的内容 咱们不知道 但是至少陪证团现在已经采纳了 是吧 所以 罪名成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可以牵扯到 现在在推特上 你看对 阎博士对路德士 很多这种威胁 包括 在YouTube频道里 只要 美国的FBI调查 只要把后面的人和他的 他哪怕用五毛号 水军号 他只要有 有办法 把这个人给定位的话 那就是夸州传播威胁性通信罪 以及网络跟踪 缠绕罪 这两项 就第一要确定人 就是 因为 你像微信也是一样 怎么确定 这个发的人 就是这个人 这是第一项 对他们FBI来说 要 核定的 第二 是吧 怎么 因为 你像微信是 一个方式 第二个就是 如何取证 证明这个人就这个人 证明这个在推特上 发的这些五毛的号 后面 就是谁谁 但有的人 他可能 人在 中共国 在监狱里头 你没法 对他进行 定罪 但是有些人在美国 只会 只会 这些 这些 这些号来进行 这种缠绕 是吧 威胁恐吓 这 就可以把这些人 给定位到 第二点 就是在网上发的 这些所有的 威胁恐吓 他不是言论自由 告诉你 他不是言论自由 这是 不受美国的 第一修正当的保护 这个案子 是非常非常 有 有意义的一个案子 真没想到美国 居然 检察官赢了 这对中共来说 是巨大的杀伤力 林女士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是 因为这个 中共国他派出来 在海外 然后对于这些 所谓的 异议人士的这种 骚扰跟这种威胁 而且 有很多的案例 就是我们知道 但是 美方也 之前都是 最近 就是没有办法去 举证的 很多的被自杀 或者是 很多的被消失 其实 这些 很多的这些状态 其实 如果说 现在能够 以网络跟踪 残了罪 然后 化作这种 传播的 威胁性的通讯罪 以这种罪名 然后 他的这种举证 也是 可以被认定的话 那 我觉得 对于中共国 他这种 搅混水 还有 利用这个网络 宣传这种 所谓的这种 威胁的 这种 大量的这种信息 就是有很大的那种 逆反的作用 就是说 可以去 拨乱反证 就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会让世人知道说 你中什么 因必得什么国 这个是跑不掉的 而不是说 长期以来 就像 之前 那个 泽连斯金 对普丁的 这个 的那种 你也不能说是指控 但是 就是能够 让 我们世人知道说 为什么 这一些极权国家 的人 是越来越猖獗 因为 你看普京 他就是一个 活生生的例子 他侵略了 克里米亚 然后 做对乌克兰 这样子 侵略的举动 没有 遭受到 实际上 应有的 陈处 然后也没有实际上 整个俄罗斯 受到经济制裁之后的崩溃 因为这有后面太多的这个罪恶或太多的这些其他的极权国家在力挺他就像中 中共国还有伊朗朝鲜这些国家 那这样子就会让世人觉得说我作恶也没有关系 我越作恶然后我所拥有的这些资源或者是这一些声量或者是这些能量是更多的 那这样子就会去误导整个世界对于一个人他所应该要有的正确的行为 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定罪能够让很多人去警醒也可以让很多人去收敛 除此之外我觉得说该是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罚则就必须要有 也就是人做了什么相应的罪 那你就必须要去承受这些你所做的这些后果 所以我相信除了这一个所谓的这个留学生他的这种威胁举动的这个定罪之外 陆陆续续的在国际上面这种邪恶国度他们所做的在全球所做的这一些邪恶都会被一一定罪 就像这一个是一个判立法 然后这个判立法之后可以去扩充到其他的这个案件之外 我相信其他的这种疾恶的人士他也要面对自己本身所做的这些罪恶 所应该要承受的这些后果 陆的声声谢谢 好这是啊 所以这个案件啊这个案件它是有指标意义的啊 这就是为什么司法部专门把这个案件公布出来 每天这么多答案要案 而司法部专门把这个案子给公布出来 其实它是有重要的指标性的意义啊 那接下来很多啊中共国在美国发微信威胁啊群里威胁 包括在推特上的这种啊各种发推特上威胁恐吓 骚扰罪你叫跟踪缠绕罪缠绕罪这都是是吧 比如说啊他们之前啊在推特上啊发的很多啊 对我们的这种骚扰是吧各种骚扰这都是罪我跟你说 这都是罪啊这些啊这个案子一旦定了 那接下来肯定很多连环案都会出来 连环案都是大家等着瞧啊大家看 好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啊国际事件啊 就五角大楼说世界多处冲突并未飞散美国对中国挑战的关注啊 这五角大楼发言人这个莱德 说的啊这个说啊我们没有调容任何印太司令部的资源来应对世界各地其他危机 中国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首要挑战 他在回复啊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说这就是我们啊一直跟大家说的啊 中共在世界各地挑战各种冲突 其实就是想把美国的资源给调走 但是美国并没有上当啊 是吧美国并没有上当 这个美国 资源说实话 到底有多少 他的啊他的整个的啊 能力到底有多强 现在谁都不清楚 因为这里你看有一个 今天突然有个爆炸新新闻啊 就啥呢 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签出大规模武器交易 预计未来几天将有数千件武器抵达 其中包括25架F-35战斗机 25架F-15战斗机和至少12架阿帕齐攻击直升机 你想想 这美国这武器库里 随时 你说台湾啊 零里实际比较 台湾订购了F-16 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交付 你说以色列 几天就给你F-35 说送过来就送过来 台湾为什么不交付 说白了就是台湾的 把它跟中共搞到一起啊 就里面很多特务 知道吧 没有清理之前 他都不会把这些武器交过去 所以你看这25架F-35 不许啊 25架F-15很快就到 美国的武器库 其实早就有这些东西 啊 这就是告诉你 这美国武教大陆也说了 他不会中共中俄裔朝鲜的 用别的方式啊 来分散美美国的压力 对中共的这个关注 他做不到 并且你看我们一直说了 国防说卷法案 主要应对的就是中共国 啊 你看明确说了 这里啊 这个 乔拜登说 2024年国防说 主要应对就是在印太地区对抗 中共国 就没有什么比应该应对中共国的预算啊 更严肃性 说白了 2024年的国防预算 就是应对 主要就是应对中共国的 因为乌克兰都少了 乌克兰国会 尽量压缩压缩压缩 压缩压缩 说白了就是应对中共国的啊 反恐这里有以色列 说实话中东地区啊 是吧 这个是不是又验证了咱们之前所说的 全部就是对着中共国来的啊 你怎么看啊 对 这就是路德社之前一直在呼吁的就是要 反手围攻 然后要针对这个核心就是中共国 他才是真正世界的乱源 所以当2024为什么路德先生一直要强调说 这个国防授权法 然后他的通过对于今年 对抗中共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所有的资金跟所有的项目 他的那个分配出去就是都是 这些项目大部分都是针对对抗中共国 因为我们可以在乌克兰看到这些 战事这些军备然后这些资源 然后这些武器 其实很多都是中共国提供的 在以色列的这个战场也是一样的情形 所以当国际区是看到这个核心要点的时候 这个为什么路德先生一直说就是习共 他习近平他打开了这个战争的 潘多拉盒子 那除了之前的那种生物武器 然后去侵害全球之外 这一个俄乌战争的开端 然后会慢慢的牵引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个乱局 其实这个源头也都是习近平他所造成的 所以当看到这样子的情形 会明白说其实美军他们在于 敌我双方他们的态势跟他们的反应 除了非常迅速之外 他们的那种准备也是非常扎实的 那从以色列刚刚那种军备的交付 其实这个是以色列的国防去买的 而不是说是那个美军就是无偿去供应的 而这些协议呢 其实是因为也跟要去支援乌克兰 然后共同的一个项目当中去加速对于 以色列在军方方面的快速提供 那这一个呢都是本身以色列 而且他是有强调说就是以色列他跟美方去军购的 那这一个部分呢不是美方的援助 那相对于台湾 为什么台湾军购之后的那种交付 其实会去延缓 可以看到这种军购是对台湾是真正有帮助 还是其实反倒是一个伤害 我相信美方他们在衡量很多事情 其实都有各个不同层次的去思维 而不是像我们表面上所讲的 我跟你买 然后你就马上需要给我 他们的那种考量层次是多方面的 而且是真正要去保护整个台海跟印太的和平稳定的 所以这种军购也不是随便的说 包括那个众议院或者是参议院这些国家 然后行政院批准就是那个美国总统他批准了之后 然后这一些的武器就可以顺利的去完成交付 其实这个都有很多层面的考量 然后都有很多其他的那种众议员 他们还会再提出不同的观点 然后去审核这一些军购案 是不是真正对这个地区是必要 而且是可行 而且是真正可以做到最大的功效的 这个就是从这些很多讯息当中 可以去看到的 郭先生谢谢 是的 所以这个20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 国家安全委的发言人 再次明确应对中共 绝对不会被中俄给转移实验 也明确2024国防收据法 就是对着中共过去的 这再次验证咱们所说的 这绝对会让中俄 特别是中共 着急上火 这还是 其实我们一说2024 这还是年初 你看这事情都已经 快速的快速的 这就是多任务 国防收据法案就是任务 说白就是资金 这种任务 在早两年前就已经在设计了 说白了在包计划 2024 2023年就批通过了 所以2024很多事情 你看都绝对会全面的推进 转手为公 就这意思 说太对了 转手为公 就是我们在2022年 为什么一直在说 转手为公 转手为公 就这意思 话不多说 懂得就知道 咱们说的啥意思 为啥2022年咱们说 转手为公 2024年是国防收据法案 什么意思 懂得自然知道 咱们今天 这个时段录播就到此结束 不要点赞分享 谢谢李女士 再见